你和晶晶都喜欢花样滑冰 很漂亮啊 晶晶特别喜欢 她其中一个梦想 就是希望女儿可以当那个滑冰运动员 女儿喜欢吗 有学 女儿现在学滑冰 还学芭蕾舞 可能会结合一块 这个其实差不多 花样滑冰 对吧 作为香港富家一方的豪门霍氏 霍启刚身边的美女 富家女更是数不胜数 在她年轻时呢 也结交过不少的富家女 但她却偏偏看上了农村家庭的郭晶晶 正所周知 郭晶晶被誉为跳水皇后 她是国家跳水队曾经的骄傲 为中国取得了很多荣誉 当年郭晶晶和霍启刚刚相恋的时候 虽然两个人都不是娱乐圈中的明星 但恋情传出却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不少人表示不看好两人 因为两个人在家庭背景上差距太大了 虽然外界不看好两人 但是郭晶晶和霍启刚 丝毫没有在意外籍的说法 当郭晶晶被问和霍启刚谈恋爱压力大吗 郭晶晶直言自己没有什么压力 反而霍启刚更有压力 你有考虑过门当户对吗 没有 你非常信任启刚是吗 我 是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都很开心 挺开心的 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其实觉得爱情可能会更重要于所谓的门当户对 我觉得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吧 嗯 启刚 我觉得你有压力吗 我没什么压力 我觉得启刚有压力了 他说08年奥运会的时候 如果我拿不到金牌人家会骂他的 霍启刚可以说是郭晶晶的小谜弟 当年为了追到郭晶晶 他不顾自己豪门身份 只要有郭晶晶的比赛现场 他都必定会出现扛起长枪短炮 在台下捕捉着他的身姿 陪伴他比赛 为他加油 那为了接近郭晶晶找各种借口跟他合影 都说所有的相遇都是续摸已久 可以说霍启刚是追星最成功的男人 因为他最后梦想成真了 抱得美人归 他就说 哦 刚才是我拿不到相的 这个我可以自己拿到相 我就 跟着我就记得很清楚一个人了 是因为他那时就 我回到哪里他都出现的 哈哈哈哈 死筋难筋 死筋难打一个 死筋难打两个 郭晶晶在嫁入豪门以后 大家最为关注的当然就是他与婆家的关系 面对霍甲 郭晶晶没有趾高气扬的 摆出他世界冠军的姿态 而同样的霍甲的长辈们 对于出身普通家庭的郭晶晶 也十分的尊重 也没有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公公霍正廷呢 更是在郭晶晶与霍启刚的婚礼上直言 郭晶晶是世界冠军 他是下嫁霍甲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 郭晶晶是得到了霍家的认可的 婚后郭晶晶和霍启刚 牵手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 夫妻俩在节目当中配合非常默契 霍启刚对郭晶晶呢 还是一如既往的迷恋 两个人在不经意间 总能为大家扫狗粮 结婚多年 霍启刚和郭晶晶两个人感情 依旧甜丝热恋 郭晶晶更是为霍启刚生了三个孩子 出席某个活动时 郭晶晶罕见地分享育儿心得 当被问家里有三个孩子是否头疼 郭晶晶坦言 家里很热闹 就像跟幼儿园一样 他很开心 而身为爸爸的霍启刚 也是非常疼爱孩子 不管每天多忙 都会挤出时间来陪伴孩子 他如果没有应酬 他晚上都会回来吃饭了 有的时候就是有应酬 如果中间比如说有一个小时 他也会回趟家 先看看孩子 完了再晚上出去 因为他太晚回来 孩子就睡觉了 然后周末他基本上在家 他都会跟我们一起 郭晶晶的第一个孩子 是男孩 取名霍中西 第二胎和第三胎都是女儿 分别叫霍中仪和霍中颜 之前郭晶晶晒出了 香港跳水锦标赛的照片时 小女儿霍中颜也是被曝光 而女儿的近照 也是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毕竟在霍中颜刚出生的时候 许多人都吐槽她的颜值 而如今4岁的霍中颜 却整容式的长大了 一头黑发皮肤白皙 娇俏的脸蛋带着笑容 不少网友看到后纷纷表示 五官像极了奶奶朱凌厉 你婆婆也很疼你 就是你身小孩 或者结婚都送很多东西 给你家家脸是吗 我婆婆其实很好了 她也会常去看三个小孩子 那孩子有空也会去 去她家里去跟她玩 一起游水 所以对我婆婆非常好 对可以把我老公教得这么好 那霍启刚的母亲朱凌厉 有着最美港姐之称 年轻时颜值美艳惊人 霍中颜那一双妖果眼 哥奶奶朱凌厉简直如出一彻 这难道就是隔代遗传吗 孙女继承了这份美貌 霍中颜的这双妖果眼 也被称为富贵眼 这也难怪会被霍家宠上的天了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